那么简介着上期视频 本期我们来看一下从11月到12月的 4月10中都有哪些已经公布的新游戏 那么本期视频同样是超过10个币 下期视频就能快速更新哦 11月的第一款游戏 《哆啦A梦》《牧场乌鱼》 《大自然的王国与大家的家》 本作刚发入时 我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也比大雄的《牧场乌鱼》 又出了个新DLC 而预告展示时也的确如此 虽然作为新作 但是在展示的内容上却与前作的差别算不算大 而本作在宣发的重点上 也侧容到了对于小孩子的吸引力 是否值得你来入手 就需要你自己的判断了 对我而言 如果不能与胖虎结婚 那这款游戏将对我毫无吸引力 下一款游戏 《收获之星》 尤其是模拟生活类的RPG游戏 说人话的话 就是《仲天拯救世界》的作品 但是和《牧场乌鱼》系列不同 游戏的玩法跟偏向于 《浮温工坊》的 《仲天加打怪的机制》的升级版 本作目前已经推出了试玩版 在试玩的这段时间里 游戏的战斗给我的感觉非常不错 无论这即使战斗玩法的深度 还是流畅性 都出乎我的意料 不提仲天 光是战斗刷素材 游戏并已经可以打发你不少的时间了 如果你也对仲天刷怪类游戏感兴趣 那么本作的确值得你关注一下 下一款游戏 《双人成型》 单人不行 本作作为一部年度最佳游戏 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听说过它 游戏的玩法十分信仰 玩家必须以双人形态出击 流程内几乎所有的解密行动 都需要双人合作才能完成 听起来很繁琐是吧 但是在实际游戏中 这个玩法则会一步步增加 女与搭档的熟练度 就像游戏内的男女主一样 默契会随着流程不断增加 不过思维士玩的本作 在画面上进行了一轮不小的应格 如果你不是一名画面党 不在意画面的话 那么本作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下一款游戏 《师傅》 作为游戏界少有的 以中国传统功夫为卖点的游戏 本作正宗的白眉拳 与流畅的动作和战斗打击感 都可以成为你为它买单的理由 围绕着复仇与武德的游戏内核 也能让你对中国的武道 有一个新的领悟 但是本作的思维士平台 在画面与帧数的稳定性上 相较于其他平台会有不小的应格 对于动作游戏来说 这点还是较为致命的 但如果你对这点毫不在意 并且喜欢动作游戏的话 那么本作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下一款游戏 《皇家骑士团》 《重生》 本作可以说是 在100年《皇家骑士团》的威力加强版 在画面与音乐上与时俱进 而在玩法上 游戏是一款战棋类游戏 但是相较原版 游戏改善了战斗节奏 增加了自动保存等 可以优化游戏体验的新功能 在一玩过程中 也会穿插着许许多多的选择 每种选择都会引导你 走向游戏不同的结局 如果你对战棋类游戏亲友独钟 或者想体验一下 这款复刻性质的老伙计 那么本作 无疑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下一款游戏 来自GF的《宝可梦 珠子》 所有人都爱的宝可梦 由所有人都恨的GF 带来了最新作品 借由之前的《阿尔宙斯试水》 游戏在宝可梦的行为方式 采用了更加自然的表现形式 在不同的时间段 不同的地图中 宝可梦会在地图上 有更加自然的生态行为 并且在战斗上 也转变为了无缝战斗 而本作的特点 则是在战斗中 首次引入了名为 结晶化的新机制 这个新机制对属性的更改 可以开拓出更多的 打法与可玩性 不仅如此 在本次的冒险中 游戏还准备了 更多的可探索的课题 而与《阿尔宙斯》不同的是 本作与其他正传一样 保留了道观解密 与道观挑战 并且本作支持了 最多四人的同时联机 可以一同在地图中展开冒险 如果你喜欢《宝可梦》系列的话 那么本作可能会是 你在近期最棒的选择 既然近期有这么多优秀作品 登陆了Switch 那么想要提升游戏体验 来点配件 总归是好的 那么这边 我也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 这次呢 同样也是一款AR保护膜 不过这次的保护膜有些特别 不仅对屏幕的抗炫光 抗指纹有不小的提升 还能把屏幕中的 华含J的小瑕疵 几乎掩盖不见 并且 整体始终下来 贴了膜以后的出现手感 也会丝滑上不少 这款模体给我的感觉 甚至可以与做了全内核的Switch 达到差不多的去体验 不得不说 这个小物件 算是主推掌机模式的 Switch玩家的福音了 如果你也经常用掌机模式 游玩Switch 那么贴上这款AR模 应该会对你的游戏之路 带来不小的帮助 那么以上 变成11月的 所有已知的游戏了 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看看 12月的游戏阵容吧 12月的第一款游戏 最终幻想7 核心危机再融合 本作是SE最终幻想7 博恩计划的关键一环 作为整个最终幻想7 剧情开始的关键点 游戏靠着感人的剧情 与在PSP中 优秀的画面与玩法 深得系列粉丝玩家好评 这次的重制 不仅让画面与特效 进行了全面的进化 还加入了最关键的全语音 光是这点 就能让游戏有着 更好的剧情体验 而在战斗系统上 老火机机制的 回忆与技能 都不会打断玩家的节奏 相较原版 这次的回忆 不会抢占玩家的屏幕 而老火机打出的新技能 则可以由玩家主动进行释放 在战斗上 也让玩家有了更好的游戏体验 如果你是通过重制版 体验到了最终化想7 并且想要更加深入地 了解剧情的来龙去脉 那么本作 绝对会是你的不二之拳 下一款游戏 年货作品 《武力全开2023》 虽然是阿玉的年货游戏 但是本作也的确在 曲目以外的地方 做出了更新 在本作中 系列首次支持了 在线的多人游戏 通过网络 玩家可以以最多5人的人数 在线一起跳舞 如果你经常在死位置中 游玩这类体感游戏 那么本作可能会是你 今年的又一个不错的选择 下一款游戏 健身拳击 北斗神拳 好消息 北斗神拳的新游戏来了 坏消息 是个换皮 本作是健身拳击系列的换皮游戏 不过在游戏中 我们可以选择更大的运动强度 还能在金次郎的复早下 在运动的同时与敌人战斗 同时享受对战与锻炼的乐趣 如果你已经有了健身拳击 那么本作我个人是不太推荐的 但是 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类健身功能类游戏 那么本作我个人建议是 值得你考虑一下 接下来是12月的最后一款游戏 勇者斗恶龙 寻宝冒险团 蓝色眼眸与天空罗盘 本作也是之前直面会中 非常抓人眼球的作品 游戏在玩法上 与勇者斗恶龙只有卡游戏相似 在这里 我们可以借助各种怪物的力量 来进行战斗或者冒险 并使用宝物落盘来进行寻宝 当然 一切也不会那么顺利 冒险中还会有强大的敌人 来不断妨碍我们 并且会抢夺我们收获的宝藏 就是这样一场别样有趣的冒险 你会加入进来吗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补充一个 来自11月的游戏 索尼克 未知边境 从多次直面会的演示来看 本作单轮游戏的素质 我个人认为还算不错 虽然尚且不知道 对于开放实验内容的填充 是否丰富 但是游戏的战斗以及相亭的玩法上 本作的观感无疑是令我满意的 只不过斯威士版的演示上 还是无法避免的出现了模糊的情况 并且在贴图材质上 相较于其他平台的阉割也算不上销 如果你觉得本作不错 我个人不推荐你把斯威士版作为第一选择 如果可以的话 在其他平台体验本作 可能才会带来比较不错的游戏体验 好的 那么以上便是年内值得关注的 全部斯威士游戏了 如果本期视频超过10个币 我也是会立刻筹划23年已至的新游戏盘点 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就点点关注或者三连支持一下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三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